在小川还是拿下了全队的最高分的 这边比赛开始了 欢迎收看由腾讯体育温宁带来的2017号18赛季CBA常规赛比赛直播 这场比赛是北京首当主场迎战肯定 差一点 一列 出波之后分球李源宇 在这边小川直接破坏掉 李源宇这球其实可以攻了 虽然说角度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再运一次球可以攻 张天高为党找小川这边再到篮下很低的位置 好球 因为这边是换人了 差一点又抢断了 今天伊犁在防守端的这个态度 好球这边小川 小川利用自己身体对抗的优势 打了伊犁篮下一个 江苏克尼艾紧张分岔拉开到11分 小川 好球 这球很关键 因为守方这边已经半天没得分了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个整体的鞋防防守的强度 原来几个赛季是完全的不同 对 偏南方一点偏软一点 但是现在呢 通过一个人员的不断的丰富 我们再有一个防守的这个方式的改变 跟之前的几个赛季变得不一样 张大叔也是比较耐心 这边好球小川 好球 非常漂亮的转身 这边打成二加一 刚才这一次的转身啊 这边对上侯玉板 动作非常连贯 对很连贯的一次转身 在上面上 小川这边撤一步 里面宇防的不错 但这边杰克逊的突破 好球啊 杰克逊运用自己的这个移动啊 空手移动 他打了不错的 他打了不错的圈 他打了不错的圈 防守端位置还是手一个二三 这边变成了上线的三二 举步的夹击 小辉重新回到侧翼 长林提到高位 他免断落位之后 把球再给内山内 只有打非常有耐心 好球二加一 这手空的不错 很耐心 在第三局比赛当中 我们看北京队打的最流畅的一次的进攻 来看一下邱天在场上有一个表现啊 这时候拉肚比啥呢 也是下场休息 对手刚这边呢 还是现在有一个分叉 好球 好球天单手的报扣 好球天 等一下加油川一会空间 再造犯规 我个人认为除了 小川这一个点啊 很少能去突破造成一些空间和杀伤的这样的球员 如果你没有这样能够去改变防守策略的球员的话 在场上打了 就通过一些外围上线的传统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一些传统区 不明显 好球 看比尔顿 点起来 有球才给到长林 长林 漂亮 好球 车小船总是能找到了 这种自己空间的这种机会